新北市的联合服务中心提供便民服务 除了将动线空间改造 同时强化服务功能 还设有六国语言服务的新著名咨询专区 另外法律咨询专区也增加夜间服务 让下工民众能够轻松办理 新北市府的联合服务中心 每天来办理业务的民众人数众多 为了要提供民众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特别在今年进行软硬体改造 针对服务柜台的整合及调整 把动线重新规划 那这一次我们历经了第六次的改造 联合服务中心到底这次改变了什么 第一点大家看到了开阔的 让民众可以休憩的空间 这是第一大的改变 第二个我们增设了非常多无人的 申办可以直接申办的一个 医化的服务 这次的改造也新增了独立的 新住民咨询专区 可以同时提供六种语言服务 另外一旁还有设置独立的法律咨询室 让民众可以在隐私无虑的情况下进行咨询 大家会看到我们包括夜间的法律咨询的服务 让我们的新住民劳工朋友 还有一般法律的服务的增加 再来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飘书站 当民众在等待时间或是你有一些事情 事情这个申办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空间 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时间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六点钟 另外法律咨询除了配合上班的时间外 也有提供每周二三四晚间六点到九点的夜间服务 欢迎民众多加运用 记者苏宏杰新北市采访报道